尤文图斯这招太狠,为帮C罗取得一甲手球,竟强势牺牲一汉将,在C罗对一甲的适应显得缓慢的情况下,围绕着C罗的疑问开始增加,这位尤文图斯球星,现在迫切希望能以劳勇意,的让批评他的人闭嘴。 对这位33岁的巨星转会,到尤文图斯的反应是各式各样的,一些人认为他在都陵的生活不会那么轻松,克里斯蒂亚诺在意大利很难进球,前黄马中尉阿尔比奥尔表示,罗纳尔多,真正的天才是罗尼巴西人罗纳尔多,前法国门将塞巴斯蒂安弗雷这样表示,因为没有代表葡萄牙国家队出战,C罗正利用国际比赛, 日来精心备战,以恢复最佳状态,打入他在尤文图斯的第一个进球,此前C罗与葡萄牙主教练费尔南多桑托斯达成一致,他不用参加近期的葡萄牙国家队比赛,这是他从2017年11月以来第一次,他希望能避免疲劳,并将精力集中在一甲联赛第四轮比赛中,尤文图斯将在周日对阵萨苏洛,尽管在开局三场比赛, 中都未能取得进球,C罗相信自己的进球干旱将被终结,因为他已经制定了一个个人计划,你肯定不会怀疑C罗到目前为止的努力和责任感, 在欧洲五大联赛中,没有一位球员的射门次数能比C罗的23次多,只有曼城的阿归罗20次射门和利物浦的萨拉赫19次射门跟他接近,虽然C罗拼命地想取得进球, 但,他的进球缺失并没有妨碍尤文图斯赢得胜利,老妇人如今保持连胜,并占据一甲击分榜首位,在一甲赛场,C罗进行了多种射门尝试, 但他的射门仍然缺乏准确性,直九次命中球门范围,只占他总射门次数的39%,很显然,他并没有享受到在球门前最有效率的时光, 如果他在对阵萨苏洛的比赛中没有进球,那他的进球干旱,将会延长到四场比赛,也就是说, 这将追凭他在黄马的最长进球干旱记录,尤文图斯主教练阿莱格里和球员们正其心协力帮助他,要让他取得在尤文图斯的第一个进球, 阿莱格里一直在不停地训练他的边后卫,让他们把球送进进区,帮助C罗终结进球干旱,尤文图斯这一计划的第一个明显的证据是战术的改变, 上赛季阿莱格里使用4-2-3-1阵型,但是这个赛季他选择了4-3-3阵型,这个决定带来了牺牲品,阿根廷人迪巴拉被牺牲,这一战术中,边后卫和边峰的发挥尤为重要,统计数据明显支持了这一点, 因为尤文图斯的传中比一架任何球队都多,阿莱格斯桑德罗领衔传中榜,他23次将皮球送入禁区, 坎塞洛11次传中,而到格拉斯科斯塔和瓜德拉多个9次传中,这就是老布人的计划,也是C罗的计划, 他迫不及待地想取得一架手球,做出庆祝动作,而尤文图斯球迷也发出山湖海啸般的欢呼声,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